自从范冰冰在18年爆发风波以来 便从影视圈中销声匿迹 虽说范冰冰在娱乐圈难有一席之地了 但是她仍然凭借着自己的名声 获得了不少大牌代言和封面杂志的首页 不过今日范冰冰突然公布于习讯 占出了早前在美国拍摄的电影《355电党海报》 要知道范冰冰在爆发负面后 有消息指出 范冰冰可能会无缘这五国影后加盟的电影 何况范冰冰似乎全程没能上镜拍戏 不用替身和配音完成自己的戏份 既然范冰冰会公开这个喜讯 也证明她已经凤凰涅槃正式归来 范冰冰多个官方粉丝账号也在国内社交平台 转发了这一消息送上祝福 更加劝早范冰冰想要全面付出了 结合外媒年初的报道来看 可以确定《355》这部电影定档就是2021年1月15日 相信范冰冰的身影很快就能够和大家在大萤幕上见面 喜欢就令音乐呗